各位好,我是Roy Lin 今天是我的休息日 Take it easy 大家都需要休息 今天我们要谈的话题是 自动选客还是能自己选客 因为很多人问我 选顾客都是自动吗 还是我自己挑顾客 其实到现在为止 Grab平台没有让我有这个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 不是用我自己的车 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 还是我的级别不够 所以我从2023年的3月1号 开始加Grab到现在都是 系统自动给我选顾客 但我也不觉得我需要去挑顾客 因为甚至 这个旅程是 收入就2块9到 2块多到甚至30块 当然是大家开心 但是低的我也拿,高的我也拿 我不会去挑顾客 因为Grab平台里面的奖励措施 是以你走多少个路程 不是公里 是多少个Trip为主 而不是你的收入去给你这个奖励措施的 所以 我认为 大家应该是 如果有的选择的话 应该是自动选顾 你也拿掉了 你不用去想 下个顾客是谁 不用的,让系统自己去选 所以我觉得 这个问题不是问题 那我有没有觉得 这个Auto Accept 有影响到 这个自动选客有影响到 任何我的收入 我一天还是 每次我家 我都是从 从傍晚6点 到隔天10点的话 我的收入还是 大致上左右是500 Left Right Gross 当然这个500是扣除了给Grab 20%的这个平台费 那我自己是收500块 当然这500块还没有扣除这个汽油 每天要扣的那个租出 我们租这个车的这个费用 还有那个car park 行车费 吃饭的费用 还有这个其他一些意外的这些储备金 所以我认为 Grab这个Auto Accept 是理所当然去选 Manual我就不明白 为什么要挑客人 有的价就价 这可能为什么 我在机场 每次去机场 就看到很多车 在那个bus stop 你去机场 那个3号行站的之前 不是有两个bus stop 都有停着很多Grab 可能他们在挑 挑最大的客人 给他们30块40块的回报 才加 我没有的 我都是有多少就加多少 大概是这样 我也不会去挑股客了 好希望大家继续努力了 我们为了就是 好好的赚一笔钱 赚钱 那要做长久不长久 我觉得Grab都可以 那我本身是想 就加三年 就做其他行业 对吧 用这三年 这个Grab的这个时期 去增进自己的知识 学一个新的技能 还是我继续创业等等 所以 anyway 我有自己的一个群 我想建立自己的一个中文群 WhatsApp群 去帮忙 新的 这个司机 Grab司机 还有想进入这个行业的那些 讲中文的这个司机 欢迎你们 给我发一个信息 然后我给你我的这个WhatsApp number 之后你们可以加入 我这个群 大家互相帮忙 After all Grab只是给新交坡人做而已 所以 互相支持 互相帮忙 我也是在之前 为什么我做这个频道 就是因为之前 我没有发现任何线上平台有帮忙 想认识Grab这个工作机会的收入是怎么样 还是他的一些 实际工作的内容是什么 所以我就自己自动自发 反正在休闲的时候 在等顾客的时候 我就拿起手机就自言自语吧 好 谢谢你们聆听 祝一切顺利